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 能工巧匠 讲他的道成啊 四块铜帮 家一幕 三面是黑啊 一面是红 宝盒乐赛 光贵人手 荒摊大会 只开了宝棚啊 苍狼一生 可就开了宝 围了个这么里七层 什么外八层 里七外八 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 这么里七层啊 他围着没事要压宝 外八层 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 这个就说 三吊三百 给我压大拐 这个说 两吊二百 给我压固定 且不言重位来压宝啊 解正难 走来了 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 能瞎费散 这位诸葛亮 浩敬紧跟这个人 将封神将太公啊 诸葛亮 开言道 我叫生大哥将太公啊 咱们哥俩快着走 一道宝棚啊 猜黑红 咱们哥俩万钱走 我这个携手懒 问见了我的棚 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 我尊教二位老先生 莫非你们二位要压宝吗 压坡压拐压固定 诸葛亮说 未曾压宝 我得算一算 我算是哪儿黑 哪儿红 他按照 前砍甲甲 你给我压的一万两 这么五千银子 压固定 江太公说 慢打个 负拉签我也压上 未曾压宝 我也算一算 我算是哪儿黑 哪儿红 他按照 前砍甲甲 是个坤队修生 商度警死 经开这么一算 那个这宝也 这三上红啊 八万这个银子 压大肺 两分银子压 江太公说 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 那么别人一看 我的归赢啊 诸葛亮 哪敢怠慢 他的宝盒 拿在手中 拿起这个宝盒 不要紧 他使一个木匠单 掉线 这个一支 毙了一支争 拿起这个宝盒 这么一礼 哎呦何 怎么回这宝 腰是红啊 诸葛亮说 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 江太公说 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 诸葛亮说 这是什么赚心合的跟头宝 江太公说 我的这宝 输得真不轻啊 输赢不在 投一宝 再压二宝啊 看三名啊 这个赞宝那儿的 把话讲 我尊叫二位老先生 依我说 你们二位啊 这么压不压的 不要紧 还在谁输啊 与谁赢啊 诸葛亮说 要拦你走 拦两条柱啊 你这会拦着可不成啊 这会拦着 你这罢了 这个输的白 输赢的白赢啊 这个赞宝那儿的 一撇嘴 我尊叫二位老先生 我跟您说的是好话 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 您要是压宝啊 自管压宝啊 您要该的可不行啊 诸葛亮说 我一个小钱都没有 不让我压 还不行啊 那么敢说 不让我压宝 我叫你宝局 割不成啊 这个赞宝那儿的 一撇嘴 我尊叫二位老先生 你别在这儿 和说大话 你别在这儿 和大话扔啊 四两这个棉花坊 一坊 割宝局 不是省就的灯啊 我的名字叫邓宇 管账呢 先生叫徐茂宫 这个刘百温啊 东家岭 这个搬请宝盒 孙悟空啊 你这个针头啊 十万里 要将打架 算现成啊 诸葛亮一看 要打架 我回的三国去搬兵 搬来了 这个刘备张飞 搬夫子 这个周仓 关平 二伯弟兄 马超马 戴成两元将 这个百伯 穿两老黄忠啊 有外奸 贺将威 成反拖前 那赵子龙啊 将太公一看 可这不要紧 我回的西齐去搬兵 搬来了 这个金扎木 扎哪扎三太子 这个扫王奶的高兰英啊 让二郎拉着笑天喘 都须虎架着 五爪音 这个后边 跟这个拖茶老英雄啊 人马发财 荒参岁 看快敌地啊 扎下大营啊 两边证然 发着人马 呼听空中 喊了一声啊 要搬来了 这个哪一位 来了 这个七天大圣 思悟空啊 这咕噜宝棒 拿在手啊 两个眼睛啊 全都当红点 张张教师 异常乱 这个